2015新北櫻花祭上周已经正式开炮 其中在乌来地区的櫻花也陆陆续续破崖而出 也为乌来的櫻花祭揭开序幕 有的已经卸了 有的在开 还有的还没开 因为我们是从伊朗往回来 刚好那边也有开櫻花 虽然下着毛毛细雨 但还是吸引不少民众 拿着相机不断拍 就是要捕捉美丽的櫻花 人潮也为店家带来商机 至少提高了两到三成 是好很多 生意还蛮不错的 因为人家都来看櫻花 不过还是有店家抱怨 天宫不作美 连续几天台湾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让北台湾山区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 生意时好时坏 没有预期中来得好 这几天都连续性地下雨 所以櫻花虽然有开 但是游客量也会减少 过来距离台北都会区约只有30分钟的车程 是每年初春必游的赏英景点 顺着台九县进入乌来沿途樱花热闹绽放 但是也不免让乌来的居民抱怨 原本乌来一到周休假日游客就不少 现在又是樱花季 让部落居民必须得先忍受塞车的关卡 不过为了维护当地居民的权益 新北市府也规划在赏英期间的 每周六日的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 都会实施交通管制 车辆只出不进 包括乌来老街通往蓝胜大桥 蓝胜大桥通往温泉街 以及环山路转庆瀑布五十公尺处 不过尽管设置管制站 车潮和人潮带来的声音 不免还是会影响居民的环境品质 记者古米亚维巴扎克 新北市屋来采访报道